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恶化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派遣专家先遣队前往中国调查疫情 中共当局为隐瞒疫情严控舆论 继封城之后开始封网 有武汉市居民透露 10日晚间多个小区通知近日开始局部断网 以防止真实疫情被民众在网路上曝光 2月10日 中共当局在疫情仍在蔓延的情况下要求各地开始复工 这对防控疫情扩散带来极大挑战 当天北京和上海相继宣布采取封闭式管理 严控人员进出 而疫情重灾区武汉则开始封网 据当地民众透露 从10日晚间开始武汉各小区广播通知 近两天开始局部断网 理由是网上负面消息过多 会影响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对疫情的判断 外界舆论认为 中共封网无疑是给武汉市民的困难处境 雪上加霜 断绝百姓的求救管道 据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9日派遣专家先遣队前往中国调查疫情 世卫将会针对中共对疫情的反应 行动及时性以及相关公共卫生战略展开调查研究 中共政府拖延了两周才批准先遣队进入 而且有美国学者透露 这支先遣队并不包括美国专家 大部分是世卫日内瓦总部的人员 而他们在医学相关领域都是外行 美国卫生部曾积极向世卫秘书长谭德塞推荐13位传染病专家 希望能加入世卫团队进入中国调查疫情 但中共一再拒绝美国专家的介入 据悉这与武汉的P4实验室是否制造病毒生化武器有关 目前武汉肺炎疫情仍在持续扩散 武汉市自1月23日封城引来 疫情并未得到缓解 相反越来越恶化 武汉市医疗系统几乎成半瘫痪状态 不少患者住不了医院 而住进医院的患者也在网络曝光说没有得到有效治疗 例如方舱医院仅是把患者集中隔离并没有给予治疗 连日来武汉市民在大陆社交媒体上发出大量求救信息 很多家庭群体感染新冠病毒相继离世 上演一幕幕人间惨剧 武汉作家方方在网络撰文称 这几天死亡者似乎离自己越来越近 邻居的表妹死了 熟人的弟弟死了 朋友爹妈和老婆都死了 然后他自己也死了 人们哭都哭不过来 武汉互助同济会的张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疫情到今天为止 政府还是打了烂仗 我居住的长青花园社区到现在都没有公布 社区哪些人确诊了 哪些人感染了 哪些人在家隔离 武汉东西湖区的长青花园社区是疫情重灾区 距离华南海鲜市场直线不超过三公里 张先生说 昨天有一对老夫妻都染病了 老爷爷受不了跳楼自杀了 他还披露 今天发现一名男子躺在路边 已经死亡 据当地民众说 因为武汉病床少 他染病后没有医院收 为了不传染给家人 就在外面睡长凳结果冻死了 还有个男子哭着要跳河自杀 真是人间地狱 太惨了 张先生说 现在我们也收到很多住不上医院的求助信 我们都会请他们在网上填表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 比如国务院 武汉防卫指挥部都有提供电话 但是基本上是都没有床位可以补的 近日武汉市多家殡仪馆被曝光每天处理大量病亡患者的遗体 远远超过中共官方通报的死亡数据 引起国际舆论关注 一名志愿者张展11日骑自行车独自前往武昌殡仪馆 他想观察了解每天进殡仪馆的运尸车大约有多少 但被门卫当作是记者给赶出来 张展在殡仪馆门口观察了20分钟 看见有三辆车进入 还有一辆120的车 他问一位当地居民 知道殡仪馆每天火化多少人吗 居民说 不知道每天只看见车辆进出出的 原来都会有乐器的响声 现在都没有了 张展说 估计是关掉了 一天响不停 居民会害怕 更重要的是会露线 掩盖最能说明一切 引起外界关注的是 就在世卫组织进入中国调查疫情 武汉市宣布封网的同时 中共官媒开始大肆报导 武汉方舱医院的利好消息 环阶连发布视频显示 在方舱医院内 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 和被隔离的患者大跳广场舞 健身操 这与之前患者曝光的 方舱医院内部情况截然不同 不仅如此 11日 中共官媒还大肆报导 首批所谓治愈的患者 从方舱医院出院 由于中共惯于隐瞒和造假 以上消息令外界感到狐疑 有网友质疑官方的宣传 可能是在给世卫组织的调查铺路 不过 自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 世卫组织因袒护中共 已多次遭到国际舆论谴责 美国《华盛顿邮报》9日 重炮抨击世卫在应对疫情上失责 指出在疫情横扫中国所有省市 也有证据显示 中共官员忙着对付吹哨者 却对实际疫情有所隐瞒之际 谭德塞竟赞扬中共政府防疫过程透明 报道还指出 世卫创造的错误的安全感 恐是疫情在一个月内迅速恶化成全球性危机主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